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其他的听障大学生希望跟他们一样 因为教育部经费有限 还是无法达到完全的学习无障碍 穿黑衣服坐在中间的张俊仁可不是学生 他是手语翻译员 来帮旁边两位龙学生翻译老师上课的内容 南亚技术学院的进修部第一次招收以手语为主的龙人学生 为了协助龙学生特别跟桃园龙雅协会合作 每堂课都有手语翻译员 龙学生周健生上起课来特别认真 因为这是他求学以来第一次所有课全程都有手语员 如果没有翻译员上课是一整天的时间 老师一直拿麦克风讲话 我们龙人上课要听讲比较吃力 而一整个学期上下来 四位龙学生课业表现很不错 我这学期呢 我是办了两个证照的课 那其实他们学习效果也不错 就是像卉卉那他考了满分这样 龙学生李卉卉很感谢校方提供无障碍的求学环境 不过他觉得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手语翻译员都是轮流的 没有固定 大家照轮 有的手语好有的不好程度不一 因为大学课业比较专精 本来用手语解释就相对困难 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些手语员都是志工性质 所以更难兼顾翻译品质 目前手语翻译人才也是真的比较欠缺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有能力自己就固定一段时间来帮他们 但事实上 教育部补助大专院校辅导声帐生的项目中 上课必要提供听帐生手语员的费用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补助手语员的终点费每个小时400元 而为什么学校请不起手语员需要他们来当志工 这问题就出在资源分配上 我们提供给这个朱元生 半读生的提供奖助鞋金的孙情 给他奖助鞋金 还有辅寄的孙情 还有构向有力他们孙心 这个输应的一些活动来提供给他们 因为教育部对伸张生的补助是总数 教育学校统筹分配 以南亚来说 教育部一学期虽然补助200多万元 但是目前校内有140多名声帐生 每位声帐生的个别需求不同 要满足每个人很难 再加上过去学校招收的听帐生 大多是以口语为主 对龙生无障碍的就学需求很陌生 而这四位以手语为主的龙人学生入学之后 不只让学校看见手语员对龙生的重要性 也发现原来教育部对学校请手语员的补助 还有检讨了空间 记者留学王新忠桃源报道 为了赶在14号停会之前 将该选的法案审查完毕 立法院法案大清仓 昨天挑灯夜战 三读通过了包括影响最广的地震三法 规定未来房地产将以实价登陆 以遏制炒作房地产的歪风 而至于实价课税 将等待相关的税法配套修法完成之后 才会采行 第87条条文修正通过 居住正义三法 有关不动产实价登陆规定的相关法案 包括地震事法 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 和平均地权条例等修正案 三读过关 未来登陆的交易价格将提供民众查询 并规定配套措施完备前 不得作为磕税依据 不动产资讯透明是要让一般购物民众可以更清楚 方便地查询到房屋的历次买卖时间 与真实成交金额 这里面跟税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的委员候选人提到说要实价磕费 那至于现在还很拥很拥很拥 法条也规定买房和仲介违背实价登陆相关资讯 最高可罚还15万 另外住宅法草案也三读通过 规定社会住宅应有10%以上的比例 出租给弱势团体 至于备受争议的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 单率写上多次 加上11月已经直接禁服二读 跳过委员会逐条讨论程序 也引发农团抗议 对于市价征收规定应有政府认定 或委由民间估价是判断 至今仍未找出共识 最后也将诉诸表决 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 因上载会整相关资料 资料整理之后就进行处理 大约有将近36案 36条条很需要表决 法案大清昌包括推动兵役制度 朝向募兵制的兵役法修正案 以及扩大使用对象到支援一些一军人 得优惠地价购买改建军村房舍的 国军老旧捐称改建条例修正案等等法案 也在13号三读过关 谢尔小庄之城SNG台北报道 立法院昨天三读修正通过 不动产需实价登陆 希望能够让不动产的交易资讯透明化 进一步可以抑制度会区的高房价 不过学者认为 政府应该把实价登陆建立在实价课税的基础上 投资客在高税率的情况下 自然不敢炒房 在台北市想买间房子 大部分民众就只能探听市场行情 却不能清楚知道会进住户实际交易价格 有民众认为如果有实价登陆制度 比较不会出现被投资客哄抬的情况 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条文中 在实价登陆方面 未来经营重建业务或经营代销业务者 要再签订买卖契约书 并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 或签订租赁或买卖契约书后30天 向主管机关申报登陆成交案件实际资讯 有学者就认为 房价透明化不见得就能抑制投资客炒作 在未来政府应该把实价登陆建立在实价科税的基础上 投资客在高税率的情况下自然就不敢炒房 税负的成本来提高 投资或者投机的需求减少的话 那房价就可以慢慢的回复 但也有房仲业者认为 新制度对重建来说只是多了一道手续 但预售屋的情况特殊 因为房子成交前后价格会有所不同 它可能因为未来价格要公开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可能未来在一个所谓的一个 溢价的一个空间上面来说的话 就没有办法有过去这么多的筹码 房仲业者表示 交易过程中有些经纪人可能同时身兼买卖双方代理人 为了避免立场上的利益冲突 将来也得规范经纪人要有买卖双方的统一疏后 才能够同时接受双方委托 而且还必须告知双方必要资讯 记者陈小青 陈沙伟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或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工作有关的手语 签订工作契约之前 要先详阅所有条文 手语的结构是 工作规定签约之前 检查仔细要 签约的手语就是要用双手一起向下 签出盖章的手语代表甲乙双方在签上做签章的动作 签订工作契约之前 要先详阅所有条文